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的书 你出书呢 不是 这就跟你说嘛 这个最近很多人拿着本书找我签名 是枪枪塞人形的这个书 其实呢 不只是最近这一本 而且还很多人问我 问我 说你出了个什么书啊 这书那书 所以我必须给大家做一个声明 就是我本人在出书方面呢 还是一个处女 不像文道 他们都是 都是老昌了 都是 对 没错 早就破了 就本人 你破再破 对 本人没有出过书 但是呢 这么多年以来啊 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书 那么它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 他们都在上边啊 非常暧昧地打上一个斗文涛 这个我后来跟他们提过意见 我说你们不能撒谎 不是我写的 为什么要在书屁上打我的名字 然后呢 他们就说 后来改了一个说斗文涛 你注意下边他写字 小字主持 你明白吗 我那个是梁文道小字主讲 对对对 就是说 解释起来可以说 我没说是你写的书啊 对吧 我说这节目是你主持 你总得承认吧 包括像文涛拍案 也出过这个书 我就说啊 我说既然是你们出的书啊 那封面上不要印我嘛 对吗 我说我还是处女呢 没准将来我出书 我还能卖一把 我说你们提前都跟我预知了 后来他们答应了 没有印我的这个照片 但是呢 过不了俩月 他可能再版的时候 我一看 又把我给印出来了 所以呢 我就觉得 因为这个承蒙很多朋友 这个问呢 也让我这个签名 所以我必须得跟大家讲 这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凤凰是有版权的 对吗 所以呢 凤凰就把这个节目的 这个版权呢 他大概跟一些出版社合作 他们出的 关于节目内容的这个书 这个书呢 这个编得好的话 那么我也不想略美 对吧 那编得好坏的话 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呢 这个我得跟大家做一个声明 本来呢 这个情况其实我也该做这个声明 因为我也有常常 现在好像在我名下 有三本这种节目变成的书 嗯 那其实跟我无关 对对对 没回大家来找我签名呢 那我也签 当纪念品签 你签嘛 我跟你说签名 我们当作者签名是有讲究的 你知道 就一般签名的书呢 这个封面打开之后第一页 甚至有时候接下来第二页 这两页通常叫作者页 就如果你不是作者 你不该在这上面签名 当然我买了这个书 我可以在上面签 比如说甚至有时候 人家莫名其妙看到我说 哎呀 我想到你签名 拿了本福士德出来 如果叫我在那里签 坚持我说那我绝不能签 说那是歌德才有资格签 对不对 什么时候写了福士德 对 那所以我就说呢 像这本书人家拿给我 我说我不可以在签名两页 我在中间随便找个地方 当纪念品 因为你不是他的作者 你不能在上面签名 对 所以说当然啊 我们这个书也不值得一说 跟人家这个老乔的书比起来 这个乔布斯的这个书 你们期待吗 文道你先做做你这个 有不 有不是有 他这节目我忘了叫什么名了 书的节目叫什么 叫什么都行 好书八分钟是吧 开卷八分钟 开卷八分钟 你先给我们来来八分钟 这乔布斯这书 我没看过啊 我只看了些节选 但是坦白讲我也没有太期待 因为这种《名人传记》 这些几乎每个月都有 只不过这回是因为乔布斯 乔布斯这种 我觉得是有点 现在回想起来这整件事 是一种名人之死的这种hype 这个hype就是一种狂热现象 上一回出现这种 国际级的名人狂热现象 就有人死了 我印象中有两个事 跟他能够相比 一个是Michael Jackson 一个是戴安娜王菲 对不对 这三个人大概是同一类型 而他们同一类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死的时候 大家觉得好难过 好伤心 好激动 好热闹 做特辑 讲来讲去 过了之后 你回想起来 但是戴安娜王菲 你觉得他真在20世纪史上 有这么重要吗 戴安娜王菲的卖点是 他当初的这个男朋友是谁 他的恋情 除了跟王子以外 他有一个这么美女嘛 他跟他的训练师 就是有一些这种故意中的密文 那那个Michael Jackson有两个卖点 一个是他的死 不一定能写到他死 另外是他不是一直整容之类 他有很多有争议 他是音乐天王 他是有争议 这三个人物都有一点特点 就是说他们其实是中年去了 乔布斯其实也是50多嘛 就是他们其实都不是自然 就是很可惜这样的情况 引起大家的感慨 我看这个 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这个书 我也会想看 如果有的话 但我不至于有那么大的热情 要抢购 订购或什么 我这种一时之间太狂热的东西 我都会稍微有点冷的往后退 尤其是他现在说 是什么官方批准的唯一之传 这很明显就把它当作一个 文化工业的继续生产 就是说根本也不一定是他自己的意思 也不一定是他自己写的 是他意思 不是 这个人是得他授权的 是他授权的 这个人好像 如果我没搞错的话 好像是写这个富兰克林 还写过富兰克林的传 他原来是《时代》杂志的编辑吗 是个 就是写 等于说是写传记的高手 好像还要写爱因斯坦呢 是不是还写过基辛格 我不记得 这我不肯定 但是我跟你讲 写这个基辛格这个事挺逗的 基辛格就是当时呢 基辛格看了他写的这个传记 基辛格就生气了 闹着甚至找他的老板 找纽约时报的老板去搞他 就说他为什么这么写我 后来纽约时报的老板 还听主持公道 看了这个传记之后 跟基辛格说 说我觉得他还是对你啊 还是客观公正的 然后说基辛格多会说话 基辛格你知道说了一句什么话 很著名 基辛格说 他这个年轻人有什么资格 对我客观公正 就有留下这么一个名言 就说这个人给这个乔布斯 写的这个传记 我在里边啊 他们今天透露一点内容啊 我有印象的啊 就是他就说这个奥巴马 那就是说你只能做这一任 说你只能做这一任 我还有印象的是 没想到克林顿性丑闻啊 克林顿半夜 向他请教怎么办 给他支招 然后呢 乔布斯一向的风格是诚实嘛 是吧 就是说我认为 如果你真干了的话 你就应该对全国人民说清楚 然后说电话里沉默 两个人都沉默 两个人都沉默 这是我有印象的地方 我印象最深的是 他一个礼拜洗一次澡 真的啊 你没看到 他们已经披露出来 所以他平常 所以他办公室开会 人家都受不了的 脚味道一塌糊涂 然后他还会当人家的面 在人家面前泡脚 因为他脚太臭了 而且他还会 小时候做些很奇怪的事 比如说瞪着人 那个眼睛练习不眨眼 他有很多这种 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还有一个有意思 就是讲到他跟比尔盖茨的关系 比尔盖茨 对 他说比尔盖茨 还是比较适合搞慈善 因为他原来做企业 他好像实在没创意 你知道这有个真实的事情 本来是一个拍摄于1999年 好像是一个电影 就讲这个硅谷 他们几个人之间的交情 对对对 有个情节 就在这个书里也得到披露 是真的 说当年比尔盖茨 拿着这个Windows去找乔布斯 说你看我这怎么样 乔布斯说你这就是一坨屎 然后说比尔盖茨说 对 但它是一坨好屎 但是你看我说到乔布斯 我对你们有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有一个习惯的思路 对吧 好像说父母离婚 或者说家庭不幸 说这样的孩子多受伤 这样的孩子很悲剧 这样的孩子都不好不好 也可能催生天才 对 为什么我看了这么多天才的传记 以至于我养成的 就我感觉家庭没点问题的 都不是天才 就为什么 你看奥巴马也是父母亲 这个闹矛盾 什么养父母之类的 对吧 离婚 那怎么这方面一点不妨碍 甚至更成才呢 我给你讲讲现代文学史吧 鲁迅大家知道 他父亲是他大概十来岁的时候 对吧 去世的 那矛盾呢也是 胡适也是 约达夫也是 老舍的父亲去最早 两岁 所以我上课给他们学生说 所以你得出个结论 像当文豪洗脑上爸爸早点死 对 基本上现代作家 有两个最基本的家庭特点 第一个 他们的父亲 在他们幼年都去世 第二个 他们的第一个太太 都是妈妈的意思 给他们找的一个原配的 后来都是大部分都不行的 除了胡适跟矛盾两个是例外以外 那么后来我说 你们同学们别回去 看着你爸爸就眼睛瞪着他 你怎么还在啊 所以你看我对这个问题的有一个理解 就是说你看啊 很多说父母亲离婚 甚至被遗弃的孩子 对吧 他最后很成功 这是不是好像足以推倒我们平常 这种教育学家整天跟人瞎说的东西 可是我又觉得呢 这里头还有一个问题 这涉及到一个我们对人的评价 对 他得了诺贝尔奖 他成功 他什么 可是呢 他比起一个平平常常的 一个人来说 我正想讲 他这辈子是不是幸福的一生 对 这个跟他的童年的遭遇 有没有关系 这广告之后我们可以聊聊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这文道可以发挥庞慧 因为我本来你刚刚讲的时候 我就想提醒 就是这并没有否定 就是所谓的家庭不幸的小孩 长大成了天才 并没有否定掉就是传统教育学家 或者心理学家的讲法 为什么呢 因为传统心理学家讲的是说 一个好的家庭 成长出来的小孩 他往往会比较好 性格上比较完整 对不对 他只是说这个 但他并没有说 你一定要好的家庭出来 孩子才成功啊 这是两码事啊 是 而且第二 我们觉得 我觉得刚才我们这些讨论的 整个抽样是有问题的 我们光看这些成功人士 发现很多成功人士 都有个不快乐 或者是不完整的家庭 但是我们忘记做的一件什么事呢 是去调查所有自小父亲早四 或者双亲早亡 或者父母离异的家庭 那些小孩 后来是不是都成功了 你懂我意思吧 也许大部分都失败 对对对 我们看到这些成功 只是其中的少数的例子 没错 那所以我想讲就是 我们现在对人的评价 就比如说像乔布斯 对这些名人 我们说他好成功 可见小时候家庭有挫折 有问题 对人成长还是有好处的 但我们忽略的就是 他们也许不快乐 对 他们也许很不幸福 他们也许一辈子 没办法放下自己 自己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心结 折磨他们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 是不是 所以不幸是成功的一个资源 尤其在文科方面 他们做了一个人才调查 我不是上次讲过 他们专门有研究教育科学的人 找了几百个各种各样行业的 最拔尖的那些专家 有些客观的标准 最后发现只有科学类的人 他们的成功是跟他们的教育有关 就是说他们是名校好的学位 反过来如果是商界的 政治界的 艺术界的 都不是 就他们的成功跟他们的 小学 中学 大学的教育 没有这么比关系 他们都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这其实古人早就解释了 诗人争命达 就是说你如果做一个艺术家的话 你的命运 你的生活很幸福 你的生活很完美 那是你的天敌 你成不了诗人 不幸 出诗人 还有天降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什么苦其经过 一大传 苦其经过 对不对 就是说你要做大事情 你以前的不幸 你说的对 大部分人的不幸 转变不了成功 但是成功有很多的确是不幸 你要仔细去分析的话 它是非常非常有逻辑性好 比方说我刚才讲 为什么这么多父亲去世 他们这些作家会出来 因为作家要在民国时期 要成为作家有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 你要小康 你要能有一点基本的能力 让你读书诗字 你太穷是不行的 所以你得有一个中产 或者中产以上的父亲 但第二 鲁迅说的 当你从小康人家堕入困境 这这期间 你可以看到世人的真面目 这就是文学非常重要的资源 你在青春期的时候 你的家庭在衰落 你在没落的当中 你看见周围的事态的真相 你要是那个时候 爸爸老整天发财 你就我爸是李刚啊 你做不了什么事情 你看不到世人的真面目 所有人都在拍马屁 所以这些人 父亲去世 他们的家境都变差 都变差以后 母亲就变成他们重要的启蒙老师 而母爱又是对作家是至关重要 母爱对作家很重要 几乎很少一个作家 最后仇恨 除了张爱玲以外 那咱不知道曹雪芊她妈是什么人 她 她也有跟她妈处得很不好的 也有她妈的有问题的 对不对 有问题也是资源 也是资源 张爱玲跟她妈的这个关系 对 比较少 但大部分的现代作家 男的作家里边 妈妈都是她感恩的 启蒙的最终老师 不仅交给她文化 经济 而且给她一些人性的 最基本的东西 而且她后来那个小脚的老婆 也都是妈妈的命令而造的 所以具体来分析这一套 就是不幸变成成功资源 是有罗窃可循的 这个是完全可以研究的 是 是 你对 这看来得分科 老舍也是 老舍的爸爸是八国联军 在城墙上打死的 他妈妈帮人家洗衣服 供他读书长大 所以老舍后来对平民 四合院的感情特别深 这就是这个塞翁失马 暗之非福 可是我想反过来就讲一件事 就是什么叫做 固然什么叫做成功 或者什么叫幸福 我们要分开来看 同样的 我们对于什么叫好的家庭 也要有一个分析 它不一定就是说父母双全 然后年高得少 这就叫好家庭 因为很有可能 有时候有一些家庭 是被勉强地捆绑在一起 父母明明很不好 偏偏不离婚 说不定这孩子更不幸 对不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要小心 不要去歧视了一些单亲家庭 因为事实上很多单亲家庭 其实也可以很快乐 这孩子也可以成长得很好的 是 是 是 比方说郭美美 对啊 郭美美 她也很美啊 很成功啊 对不对 对妈妈 女儿 你看配合得多好 对 而且有个好处 可以随便找爹 对吧 说谁 干爹 对 有奶就是爹 不是 有钱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把你们的讨论给走极了 你们真是太下流了 这个就是网络时代 所以你看 所以很多家庭 我觉得什么叫好家庭呢 我觉得这个定义 也不能够只是按照一些的 量上的计算 比如说父母有没有离婚呢 是不是都在啊 年纪是不是很年轻就去世啊等等 这都算不得数 但是我想讲这个固然不能够标准化下来 一个人后来什么叫做过得好 叫做他这辈子好了 这个更加不能标准下来 对 因为我见过太多人 他也许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成功 没有太大的名气 没有赚大钱 没有太高社会地位 但你觉得这个人他活得真高兴 活得真快乐 或者他真是个好人 对不对 那个我补充一句 我在加州的时候 有一个台湾来的家长 就是他送小孩到中文学校读书 我那个时候帮他们教中文 他讲了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他说我有女儿 我就跟他说 你找个男朋友 有一个快乐家庭 他就说不一定成功 就说你这个男孩的家庭 是一个开心 你知道美国有很多这种 其实很庸俗的或者中产界 他说就找一个快乐家庭 而同时呢 我听过一个说法 据说钱中书跟他的学生说 不要找天才 那当然 当天才的这个老婆 那可是 没错 除非你也是天才 这家伙 这个爱因斯坦的老婆 这个很了解 罗丹 没事 《腔腔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而且就讲这书里说了 说这乔布斯信佛 平常他打坐 他在办公室里有一个打坐 他学日本禅宗 对 他说是以至于发生这种矛盾 说我到底是开发这个苹果了 还是到日本去修行这个禅宗 后来我看他们好多人聊 说这个佛教禅宗 对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就是说你看他这个苹果 其实是什么 你看咱们在香港 咱们就知道 西方化的一套 是特别讲究程序的 特别讲究程序 对吧 但是你看禅宗有一种什么呢 这种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 什么直见性命 就是这个直接到达 直接到达本质 放赫 顿悟 这个你比如说你看他触摸 你看他们说这个案件属于logic 按键是一层一层的 紫目录 根目录 这个是属于逻辑的 但是呢 哗一下 要什么一摁 唰 到哪就是哪 说这是禅 说是在 这个解释挺有意思的 我不知道禅是什么 但我觉得对我们今天的人 有启发 为什么 你看啊 比如说你像我们做电视节目 我早年比如说做 还跟他们凤凰 做了一个综艺节目 后来我就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呢 这个现场表现比较好的 最后我发现怎么都减掉了 后来我说你为什么都减掉了呢 他说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啊 有八个程序 有八个环节 时间长了 所以我必须保证八个环节 于是最后就变成 这个问题你回答 这个问题是什么 我说你就是 你知道吗 就是这个社会有很多啊 它掉在程序 就工具啊 他就是 他的所有的人都想着 就是我要完成我这个环节 我要完成这个工具 我要完成这个环节 可是没有一个大脑 一个灵魂想到 最终的一切是为了让观众欢迎 是吗 这就是 这叫直指人心呢 就是你最后这个目的 总目的在哪里 如果最后程序全部 去香港人有的时候 容我讲一点微词啊 香港人哪儿都好 非常专业 但有的时候缺乏一点这个东西 就是他讲究 我把一 二 三 四 五都干完了 可是他也不管 这最后这个东西 是不是好的 而且 但是我反过来 我又觉得他学佛 学的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我也没看这书不了解 那他的行为上面 比如说我们说他们用童工 或者是学汉工厂 来做他们代工 他们有童工 学汉工厂做代工这种事 常被人骂 但是我觉得如果说真要看到一点 受佛教影响的东西 或者日本禅宗影响的东西 我讲就是一种 他对时间的观念 比如说他那个有名的 史丹佛大学的演讲 就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不是一个 喜欢浪费时间的人 他没有太多的社交 对 他为什么要那么坦白 就骂人毫不留情 就是他不给你虚伪 因为不够时间 一个人是随时想着 可能会死 就是学佛就学这个 接着下来 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